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证实 今年底前将关闭中国上海的D-RAM记忆体设计业务 市场分析师认为这是为了防止人才跟技术流向中国竞争对手 而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美光要求D-RAM部门的150名工程师转往美国或印度任职 即便目前专注于D-RAM晶片的中国厂商 只有紫光蓝金福建进华跟合肥常新 不过那名美光员工指出 美光部分高层跟员工已经遭中国竞争对手挖角 美光担忧技术智慧财产权外泻 因此去年12月决定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日经亚洲评论报导 中共资助的清华紫光集团 放弃了两个城市的大型记忆体晶片设厂计划 而当初聘请的日本尔利达前社长反本信手 也早已在去年下半年离开紫光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专看赵婷玉整理报导